我们现在继续上课 那我们四张 所谓的材料硬力跟硬变的关系式 也就是所谓的Constitutive Relations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本构方程式 基本结构的意思 我们这一张会分成三个单元 第一部分我们先简单的给各位回顾一下 一个固体材料 它本身的弹性或是非弹性的一些反应 也就是在拉伸实验的时候 硬力硬变的关系 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先跟各位介绍一个名词 所谓的硬变的密度函数 所以Energy Density 这个硬变的密度函数 就是硬力跟硬变之间的一个关联 所以我们会先介绍这个硬变的密度函数 然后第三个小节 我们就会跟各位介绍 所谓的Generalized的虎科定律 也就是指的材料 是在弹性变形范围之内 硬力硬变的关系 我们这边指的Generalized意思是 一般你们知道的是Sigma 等于1乘上ε 但那指的只是Sigma11跟ε11 其实Sigma11跟ε22什么也会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会告诉各位 如果材料不是等向性的话 材料不是等向性的话 它最一般化 会有最一般化 它会有21个材料系数 我们所谓就是 我们到时候会提醒各位 一般来讲材料 如果是非等向性的材料 它最多会有21个材料系数 我们会告诉各位 慢慢地从解除到完全等向性 它会变成只剩两个材料系数 我们正会让各位了解材料系数 怎么从21个如何变成两个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正面 将来指的就是说 我们谈到的只是 这个材料是在弹性变形 但是不限于等向性材料 首先我们先讲 就我们前面讲的 我们第二章介绍了六个方程式 第三章介绍了三个方程式 这总共就九个方程式 可是我们的变数呢 有15个 6个硬力 6个硬变 6个硬变 还有三个位移 因此我们还少了6个方程式 而这6个方程式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材料的本购方程式 硬力硬变的关系是 Constitutive Relations 先给各位回顾一下 如果一个材料 做拉伸实验的时候 做拉伸时候的反应 这是讲的 这是一个材料 我们这边 圆角10%硬力集中 两边给它做单轴拉伸 假设L0 是我原来的长度 就我们讲的 所谓的Gauge Lens A0是原来的面积 那我们要画图的时候 这边有几个 就我们讲的 我们可以画 工程硬力硬变的图 就这边的蓝色线所表示的 我们也可以画 除入真实硬力硬变的图 就像这边红色的线所表示的 那工程硬力的定义 就是P除以原来的面积 工程硬变 指的就是任何时候的长度 减原来的长度 除以原来的长度 那真实硬力 就是P除以A 永远是除以 那个时候的面积 真实硬变 就是National Log L除以L0 我们前面讲过 那正坐标是硬力 横坐标是硬变 经过拉伸 我们会到的这样 我们先看蓝色的 这个是指的工程硬变硬变 所以我在拉 前面是在弹性阶段 到了比例极限 接着会有点下降 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降幅 那这条线 就是我们所谓的降幅强度 接着会再慢慢拉 拉到某一个点 我们叫做Naking 紧缩现象 那个时候你们会看到 材料的 这个四边的中间 会很快地缩小 会很明显地变小 然后接着呢 让你拉列机的 那个力量指针 也会慢慢下降 好像力量在变小 然后接着 会材料突然断掉 所以到这一段 印尼会变小 那我们会说 怎么印尼大的地方不坏 印尼小的地方会坏 其实这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蓝色的是 功成印尼应变图 我在那个时候 实际上 我的真实印尼 已经面积已经变小了 所以它能承受力量 也会小 但是我因为是 处于原来的面积 所以我的印尽 但是 但是真实印尼 不会变小 OK 所以我们这边 会发生类似这一类的 那如果算真实印尼应变 就会这样子 真实印尼会一直增加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的 弹性区域 真实印尼跟工程印尼 差别不大 塑性就会有差 在塑性区的时候 我的那个真实的印尼 真实印尼 远比工程印尼大 真实印变 比工程印变小 那我们是前面这样说过的 当然到塑性区域 这边下话 这边就是弹性变化 印变 这一块就是塑性应变 这是一个典型的 岩性材料 印尼应变曲线 当然也有些岩性材料 不会有明显的降伏点 就是不会像前面 图栏高又缩架 又维持一阵不动 如果某些岩性材料 没有明显的降伏点 我们通常就是在这边 画百分之0.2 平行线过去的这个点 我们define它是 earding strength 那这也就 为什么我们就说 你们通常可以用 千分之二当个标准 如果它应变超过千分之二 就叫比较大了 千分之二左右 千分之几都算是小 大概都在弹性范围 那我们要提醒各位一件事 这个千分之二 不是一定的 看材料 有的材料可能是用千分之三 画上去的平行线 当做降伏强度 如果碰到 拉出来的这个 没有明显的降伏点 你们可能要查一下书 看这个材料用的是多少 不是一定千分之二 大部分是千分之二 那如果是脆性材料 通常不会有这个 明显的塑性区域 大家到这边就坏掉 如果是脆性材料 我们一般来讲 用的判断标准 就是最大阻音力 岩性材料 用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最大减音力 或者是八面体减音力 来做判断标准 那在塑性力学的时候 因为这个方程式 在塑性区的这个方程式 Geno来讲 是个指数函数 是这个 那这个有时候出于起来蛮啰嗦的 所以 当我们如果说讨论到塑性力学的时候 有很多研究方面 有很多的研究在做的时候 都做一个假设 假设材料是属于 所谓的叫做 Perfect Plastic Material 理想化的塑性材料 就类似这种情形 一个是这个 这个呢 是完全不考虑弹性 这个呢 考虑一部分 就有一个降伏点 但是呢 也是一样 后面都假设是直线 没有材料是真正的是这种性质 可是你假设材料是这种性质 也就是说在塑性区 硬力不变 只有硬变会改变 你处理问题 尤其是用笔来解的时候 会比较简单 会比较简单 OK 那还有一种 我忘了解 还有一种常用的 还有一种常用的model 我们叫板拟拟 这也是假设 没有真正材料是这个样子 它是为什么呢 我们觉得这边 只有一条直线太简化了 所以把那个曲线 变成另外一条直线 我们叫板拟拟 提醒各位 如果你们乱有限元素法 通常的有限元素法 你们要乱到塑性区的时候 这四种model 这一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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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有 你们会选 但是你要看model 你怎么会知道呢 如果你要用这种model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题目会要你输入k跟n 我们刚刚讲 sigma等于k,f小,n 题目会要你输入k跟n 如果你用这种model 题目会只要你输入sigma y s就是降幅强度 这种model会要你输入1 elastical modulus 跟sigma y 这种model 题目会要你输入这两个值 1 这种叫做tangent modulus tangent 切线魔术 tangent 这个题指的是tangent tangent modulus 会要你输入这两个 那很多材料我们常用的这些呢 你们是尤其在常温是找得到 重点是 你用了什么model 你就会要求你输入什么 我会强调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口试的时候 看到学生乱有序元素法 然后我们问他 你的material材料的model 是属于这四种中的哪一种 我可以告诉各位到现在为止 我们碰过的学生 只要我们有问这个问题的 有一半以上答不出来 他论文都做完了 他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model 原因在什么 因为你们都直觉认为是这个 但是这个model很啰嗦 其实大部分用的都是 这个或这个 所以你们如果自己的论文 是用有序元素法 又是 让到塑性去的话 你们自己先把mail看清楚 现在你在run的到底是哪一种 不要照着学长的对他就随便乱弄 很容易被人家问道 因为这些当然你们就知道 通常是如果你是用比 导公式的最常弄的是这种 因为这个最简单 如果是run有序元素法 比较长的是这一种 大家比较常用这个model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也没问题 反正电脑都可以帮你做 但你只要知道你的东西 因为这些会牵扯到你的答案的精准度 你们当然知道这个最不准 这个根本不是实际的 这个也不是很准 但这个至少跟 这个有点像 只是一个线性 一个非线性 那当然用这种是最准 但这个的话第一点 K跟N有时候不容易输出得到 你不见得查得到 所以你没办法用这种model 这顺便跟各位稍微的说明一下 好 那我们这边告诉你们 事实上这些硬力应变曲线 不只是跟你撕的力量有关 它还跟这个材料的受力的历史有关 也就是说你这个试骗 你原来有没有经过了 什么样的其他的力量 那它展现出来的 硬力应变曲线会变的 我们这边举些例子 第一个 Strength rate 应变率 应变率指的就是 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你拉伸的速率 如果你是真正的 要了解一个材料的性质 会有很多规范告诉你 你的拉伸数率是多少 你不能很慢很慢拉 也不能非常快 一下子给它拉长 因为我们可以告诉各位 应变速率越大 挺好 应变速率越大 材料的强度会越大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证明这个材料的一 这豆腿就对时间变化 你在拉伸的时候 你让它的速率越快 它展现出来的这个一直会越好 所以拉伸速率 也就等于说 不要忘了 以实际工作上来讲 拉伸速率就是你给外力的速率 所以你们都知道 如果说我撞一下 跟我慢慢的压 对这个物体 它的承受状况是不一样的 你们都知道 很用力 跟我慢慢的压 这个一定是比较严重 OK 同样的 反正拉的越快 它的展现出来的强度会比较好 但这个就不是标准的 这是第一种 还有第二种 很常发生的 叫做Street-Hardley 那个硬力硬化 那个硬变硬化 什么叫硬变硬化 这其实你们都知道 如果我一个材料 一个零件 我先给它拉 这是我的硬变硬线 画的太坏了 讲究这是我的降幅强度 如果我一开始给它撕外力 只撕到这边 让Unloading回来 我这个不会变 可是如果我一开始给它撕外力 撕到这个 在Unloading就沿着这条线 那它这时候 材料区间变成什么 就变成这一条 它的降幅强度就撕到这 这就是所谓的硬变硬化 也就是说你的材料 加工次数太多 你一个材料 加工次数太多 而且每次加工的时候 都让它达到了 达到了塑性状况的话 它就会发生 硬变硬化 降幅强度会增加 你们说降幅强度增加 有什么了不起 降幅强度越高 我们这样子说 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Laking的点 这个我们叫SU 如果SY越接近SU 这个材料就越像 硬变硬材料 你们都知道 硬变硬材料表示 没有明显的变化 一定要过了这个点 才会有明显的变化 或甚至过了这个点 你这两个越接近的话 你材料在坏掉以前 发生明显变化的 几率就越低 这种就是加工硬化 也就是你任何一个事变 如果经过好几次加工 而且每一次加工的时候 都是材料发生塑性化 那这个材料本身的降幅强度 就越来越高 而这个材料就会变成 越来越像脆性材料 脆性材料的特色就是 断掉以前 不会有明显的变形 你一个铝合金 很明显的岩性材料 你多加工几次 它就有可能变成脆性材料 这就是所谓的 硬变硬化 也是我们一般说的 叫加工硬化 还有 硬变软化 这个通常指的是 受到了疲劳寿命 你把一个材料 给它疲劳 反复的 做了一阵子 再去做拉伸实验 它有时候的强度会降低 当然也有时候会升高 这就是softly 另外 如果材料经过加工 原来里面就有残留硬力 那你本身再去做实验也会变 因为你另外的外力 残留硬力通常负的 你去拉的时候 拉的硬力会先比 残留硬力会抵消 所以也会变 那还有creep creep指的叫做高温浅变 我们叫潜变 它意思指的就是这样子 你本来的硬硬硬变 这个可能是25度C OK 我不是说我现在在200度C来量 那是一定会下降 它另外一种是 你本来材料 就像我们这样子说 假定这是200度C时候的 硬力应变曲线 然后你这个材料给它失利 就是在使用 还在200度C之下使用 使用经过一连 以后 你再把这个材料拿来 材料拿来测试 你会发现它的硬硬变曲线 变这样子 这种现象 还是200度C 就叫做高温浅变 这是非常危险的 也就是告诉你 一个材料 它在高温本来强度就会低 可是它在高温向持久操作了一阵子 它的强度也会降低 这代表什么 你在设计的时候 你依据的是这个曲线 可是你东西使用了一年 它可能变成这个曲线 所以你当中设计的时候 认为你的毅力在这边是安全的 可是一年以后 你的毅力已经超过标准 已经不安全了 这是核能电厂最重视的这一类 因为核子反应都是高温 如果说你们将来工作 有碰到高温的 尤其在高温之下操作的那种零件 一定要小心 很多材料会发生所谓的高温浅变 那跟高温浅变相对 就是说高温状 在高温下持久使用 材料强度会变 还有一种叫stress relaxation 这是反过来 它不要高温 就像我这个杆子 我还是一样 我在常温量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 可是我现在那个杆子 我给它施加外力 而且我没有unloading 一直拉着它 过两年 你再把这根材料拿去测试 它也有可能会变成这个 这个就叫stress relaxation 也就是在长久使用的状况之下 哪怕在常温 它的强度也有可能会变 这两类 不是每个材料都有 在很多材料都有 这两类 是你们真的在做设计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如果一个工作间是长久受力的话 它有可能发生stress relaxation 材料强度会改 原来安全的可能就会变成不安全 那就我们讲的 如果说我们谈到的是弹性力学 我们通常指的就是在弹性区 意思指的就是应变 基本上都是小应变 变形量都很小 那速性就是速性区 还有一类叫所谓的viscoelasticity 连弹力学 这个指的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材料受力以后 unloading 它会回到原来形状 但不很快 它会慢慢的 它有一个速度 就代表材料中间会发生一种阻离 会发生一种阻离 那这一类的 也就是说这个会扯到时间 弹性力学我们通常不讨论时间 只讨论变形前变形后 这个会讨论时间 我们要把时间的一数加进去 只是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 这个结束了我们第一个小节 很简单给各位回顾一下 材料的一些反应